当你把脸凑进镜子 你的皮肤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但如果你上网搜索缩小毛孔怎么办 出来的产品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然后当你一通操作之后 你的皮肤是不是变成了这样这样这样的 今天我们就讲如何解决毛孔问题 好如果你想解决毛孔问题 首先我们要从准确的判断自己的毛孔类型开始 那怎么判断呢 我总结了五个维度用来帮你判断 你脸上的毛孔到底是哪一种类型 维度一看颜色 你的毛孔是跟肤色一样的颜色呢 还是它比肤色深呢 它是黑色的还是棕色的 或者它发红呢 第二个看高度 它和你的皮肤表面是平行的呢 还是凸起的还是凹陷的呢 第三个看形状 它的这个孔的形状是正圆形的还是水滴形的 第四个看反光 它是哑光的呢还是亮光的呢 第五个看能不能挤出来东西 它挤出来的东西是白色的灰色的软的还是硬的 下面呢我就根据这五个维度来给大家讲一讲 问题毛孔的五个类型 第一种类型 出油型毛孔 出油型毛孔的外观特征是这样的 它的颜色一般是肤色的跟你的皮肤颜色一样 与脸平行 不凸起也不凹陷 形状一般是正圆形圆孔 会有明显的油光反光 它一般可以用手挤出来白白的软软的小颗粒 它的位置呢一般在三角区 也就是我们大家平常会出油的位置 这种毛孔的形成原因就是因为旺盛的出油 它把毛孔给顶大了 看起来就显得很大 再加上出油造成的这个亮光一样的镜面反射 整个皮肤就会显得很脏很粗糙 第二种类型 角化型毛孔 这种毛孔呢一般也是肤色的 高度上它会稍微有一点点高于皮肤 一点点凸起 一般来说形状是圆孔为主 有的呢会有油光 有的不明显 当你挤的时候非常不好挤 但是如果挤出来东西 它一般是比较硬的灰色的颗粒 位置的话呢一般在鼻翼两侧面颊一半的这样的区域 有的时候呢如果是痘肌 它还会与出痘的区域重合 有角化型毛孔的人呢 经常皮肤会伴随闭口一起出现 因为不管是闭口还是角化型毛孔 它的成因都是角质代谢异常造成的 也就是说你有过多的老肺角质 没有及时的排除你的身体 它或者是堵了 或者是在毛孔的附近拱出来小扇包 那这种类型呢 有的时候也会与第一种类型 就是出油型毛孔同时出现 第三种 糖化型毛孔 这种毛孔的颜色呢一般是 它的边缘 毛孔的边缘会比较深 发棕色 高度呢它会平行于皮肤表面 或者稍微有一点点凹陷 一般来说 圆孔为主 有的时候也有椭圆形 一般不会伴随油光 没有反光 完全挤不出来东西 这种毛孔呢 一般出现在额头 或者面颊这个区域比较多 它因为毛孔的这个外缘 像有一个棕色的圈一样 所以当你远看的时候 很像细细小小的斑点 只有凑近镜子近看的时候 才发现 它中间还有个孔呢 它是毛孔 这其实是因为你全脸都在发生糖化 毛孔呢 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环 所以在护肤的时候 也需要全脸抗糖 而不是局部使用局部的产品 四 炎症型毛孔 这种毛孔呢 一般边缘会发红 或者呢 它的底部隐隐约约的红色的浮包 一般来说 它会平行于或者是稍微突起于皮肤表面 圆孔为主 一般不伴随油光 也是完全挤不出来东西 这种毛孔的出现呢 它其实是局部的炎症造成的 你哪里敏感 它就在那出现 所以当你在做护肤的时候 也是要以抗炎的动作为主 当你的炎症消失了 你这个毛孔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那具体用什么产品呢 我们后面细说 第五种 汤姬化型毛孔 一般来说 汤姬化型毛孔的颜色跟肤色一致 高度的话会凹陷于皮肤 形状一般是水滴型或者椭圆型 一般不伴随油光 甚至干燥 完全挤不出来东西 这类毛孔呢 又叫衰老型毛孔 它是全脸衰老进程中的一环 它发生的原因呢 就是你脸部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了 流失了之后 不光撑不起来你的皮肤 也撑不起来你的毛孔了 我们的毛孔在皮肤里面的状态 就像一个低了起来的袋子 但如果它胶原蛋白流失了之后呢 这个袋子你就低了不起来了 它就像啪怎么着 往桌子上一摊 你看起来就很大 而且很不规则 你的皮肤就显得毛孔粗大 而且暗淡无光非常粗糙的样子 衰老型毛孔呢 随着人上了岁数 其实每个人都会发生 但如果我们及时的去使用一些抗老产品 可以去延缓它的发生 或者让它继续恶化的速度变慢 听完类型你肯定会焦虑 那我要是占好多种类型怎么办 想要解决它 需要分先后顺序吗 需要 它的不同类型 其实是有优先级的 首先第一优先级就是紧急且重要 这个优先级的就是严正型毛孔 因为只要你脸上还有严正 它就会带来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不解决它 它就会给不断的给你带来新的问题 第二优先级呢 就是初游型毛孔和角化型毛孔 它们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解决 可以局部解决 而且见效速度也比较快的两个毛孔类型 最后第三优先级呢 就是重要但不紧急的毛孔类型 也就是糖化型毛孔和汤积化型毛孔 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全脸皮肤的问题 不是局部的问题 而且需要长期的护理才能得到改善 那具体的产品和它们的对应方案 我就按照优先级顺序来给大家介绍 先说紧急且重要的炎症型毛孔 对应炎症型毛孔的主要方法就是局部或者是全脸的进行舒缓和抗炎 当你的炎症消失了 你这种毛孔不适的症状和它看起来很粗大的外观都会得到改善 但是在选择产品的时候要注意复制 因为干皮和油皮所对应的抗炎舒缓类的成分它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油豆皮 你比较适合的抗炎舒缓类的成分就是油橄榄 那添加了油橄榄到有效浓度 而且比较适合用于应对这类毛孔的呢 有这些产品 那如果你是偏干皮或者混合皮的呢 你可以去选B5啊神经鲜胺啊 像尿素啊积血草啊 伊可多因啊 这类成分为主成分的舒缓和抗炎的产品 因为它们呢除了舒缓抗炎以外 都兼具保湿修护的功能 那产品呢我也给大家列出来了一些 大家可以来参考 下面我们来说说 解决起来相对比较快 而且也比较好解决的出油性毛孔和脚化性毛孔 这两类毛孔呢经常会同时出现在脸上 而且它们的解决方案也是相似的 关键词就是清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两种类型 你会发现它们都能挤得出来脏东西 那如果你挤出来的是白色的软软的皮质呢 你就是出油性毛孔 但如果你挤出来的是硬硬的脏脏的灰色的 角质颗粒呢 就是角化型毛孔 清理的方法呢 就是先把它给溶解了 再通过一个外力把它给拎出来 常用的方法呢 就是溶解这一步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用黑头水 或者呢去刷酸刷霉 那拎出来的方法呢 要么是泥膜 要么是撕拉鼻贴 或者是细胞夹 给它夹出来 那在绒和拔这两个动作中 也有一些好用的产品 比如说黑头水 刷酸刷霉的产品 有这些 那用来拔的这个泥膜 有这些 然后呢我们说说最难搞的 需要的时间 也最长的两种毛孔类型 就是糖化型毛孔和糖基化型毛孔 它们俩的共同点呢都是 它并不是一个局部的毛孔问题 而是全脸皮肤的衰老问题 不管你的皮肤是糖化的水平比较高了 还是胶原蛋白的流失比较严重了 它都是衰老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在解决它的时候 我们也并不是用毛孔类型的产品 而是去用抗老的产品 比如说糖化型毛孔呢 我们要去使用全脸抗糖 抗氧化类型的产品 比如说这些 那对应糖化型呢 需要用全脸醋胶原蛋白 和减少胶原蛋白流失的产品 那我们现在了解了 五种类型都怎么判断 它们都可以使用什么产品 最后呢 我再说两个非常特殊的毛孔 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毛孔 它看起来非常正常 它也不出油 也不泛红 也不发黑 但它就是毛孔中心有一个小黑点 而且这个黑点你挤不出来 这种的话呢 我建议你先用一个 放大镜来仔细看看 那里面的这个黑点 它是不是一个毛发 这个幼小的毛发呢 叫做脆毛 它就是baby阶段的毛发 这个毛发呢 它有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长出来 就在它的 就在毛孔的这个底部 然后默默地待着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 它这个 有一个小黑点的感觉 特别不好 这种呢 护肤扁 做不了任何处理 你也千万不要用镊子去拔它 如果你想把它处理掉呢 你可以去医院咨询激光脱毛的项目 把它给打掉 还有一种呢 就是在脚化型毛孔中有一类 你明明能看到一个灰色的脏东西在里面 但是你怎么也挤不出来 它其实就是脚化型毛孔的一种 然后这种脚栓因为存在的时间太长了 逐渐氧化发黑 然后形成了这么一个巨大的脏东西 这种情况呢 说明这个脚栓已经存在于你的毛孔里很久了 而你看到的那一个脏东西 它是冰山一角 它90%都在你的皮下呢 所以你不可能把它拔出来 那你在处理它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长时间的去融它 去促进代谢 我们尽量不要选择比较刺激性的产品 而是想选择温和的酶 去一点一点的溶解它 然后就在促进脚质代谢的过程中 让它一层一层的最后代谢掉 产品的话呢 你可以去参考脚质型毛孔中所用到的 刷眉这一类的产品 然后去长期的使用 那到这儿呢 今天的毛孔专题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护肤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投稿 我会定期收集这些问题 并做问题答疑或者是相关的知识专题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或者觉得我的视频帮到了你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收藏 另外我也开通了会员频道 我会在会员频道里面 不定期的分享我实验室里面的 各种产品的测评数据 并积极的回答各位会员的提问 最后祝愿大家都拥有健康好皮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